经宫打造的宗教法器大庆,又可称为元庆 大庆大多士以铜作为材质,并以冷宫断打的方式,打造成圆波形的打击乐器 至于尺寸较小,并得以用手持的方式,则称之为手庆或引庆 整体的造型是平口、直颈、圆腹而平底 同时在表面保留无数锤打过的痕迹 经过修漆之后再做打磨处理,故而留下斑驳的纹路 通常在大庆的底部,还需要一层厚度较大的棉座 除了稳固圆底的位置之外,还可在集庆时,维持声响清量、纯粹 无论如何,在佛教泛败的法会或是道教的科医之中 大庆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